昨天,黄莲奶爸给熊猫们背来了新玩具 今早萌兰就喜提三个新玩具 萌兰出来就抱着玩具先玩了起来 这是什么,先要一口尝尝 不好吃,先吃竹子吧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,平时我是怎么躲进竹子里的 太好了,就是把竹子都盖在萌萌儿身上 这样就完美野生了 哎,那边还有一个玩具 嘿嘿,好大的球球啊 哎,怎么变了 没过几秒,萌兰手里的玩具就暴飞了 无愧是拆家小能手 接着奶爸又给萌萌儿换了一个新玩具 萌萌儿阿妩就是一口 大家猜猜这个玩具在萌萌儿手里能坚持多久 5分钟之后 踩过了5分钟左右这个玩具 终究还是没几个半天 萌兰对她爱不是谁 同样没活过一分钟的还有被动太厚萌萌的玩具 刚宠幸了一会,玩具逐渐变小了 还是这个玩具好,能抱着 比萌兰玩具更惨的是小白天手里的玩具 一个圆球已经被小公主咬成这样了 当然还是有完整的玩具的 比如胖大海和二哥的玩具一直是保持原状的